她的问题在写的吗 我记得 5 4 3 2 我妈妈是在去年的5月12号 我再看一下 5 4 3 2 我是在去年的5月12号 做早餐给妈妈吃 就发现我东西都放在桌上了 然后她不要用左手吃饭 然后用左手吃这样子不对 我妈是右手的 所以我就带她去医院 那医院经过医师的诊断 就说她中风了 那就是这样 那可以讲一下就是 妈妈大概降风多久 然后现在住在哪里 可以帮我带一下这两句话 我再把它接在一起 哦 中风多久 5月12号现在是8月 所以是 你就说一年多嘛 一年多 一年多 然后就是 现在目前她是 住在哪里面前面 OK 然后 然后 我要说 就是附件 就是 因为那个医师 她 为什么要开始做附件 因为医师叫她 躺着是不是 所以她要生命 后来她就要做附件 哦 要这样 OK 我都不要把它 cut 掉 一直动就对 OK 4 3 2 那时候呢 我妈妈 从那时候到现在 大概是一年多了 那 我很遗憾的就是说 妈妈住在医院里面 那时候 等一下 你要讲个状况 你应该讲一年多 没有人知道说 那是 一年多是什么 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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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加油 好 那这样同诉你的问题吗 呃 就是你那个主题整个角度 因为我好多个问题 那就是呢 好 就是 等一下 嗯 嗯 4 3 2 嗯 妈妈中风一年多了 那 现在呢 是不在养护所 那 嗯 在医院的时候 我觉得蛮遗憾的 因为她 刚刚入到医院的时候 其实 她的 右手是还可以动 右手右脚是可以动的 那 呃 呃 呃 右手右脚 呃 不是很能动 啊 左手是可以动的 那我的意思是说 她其实 那时候是还可以走路 但是需要人 牵扶着 她就可以 我 我带着她去刹车 都是可以 她可以走 但是要扶着她 那但是呢 那医院 她觉得要预防 啊 预防别的 所以呢 就要我不要让她下床 所以她 就在床上躺了几天 那等到 啊 躺了几天以后 我就发现 她就 没有办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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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动作她都没有办法做 她就退化了 那 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就知道 哦 呃 这个复健是非常重要的 要持续不断的 跟她做复健 让她动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她在七月 呃 在那时候 七月的时候又中风一次 七月八九号的时候 又中风一次 那次的中风就更严重了 那两边都不能动 啊 呃 右手可以一点点的动 啊 啊 动的幅度就是她 觉得不舒服 把鼻胃管 拉掉 这样 那 所以 从那时候开始 她就不能翻身 也不能吃饭 要用鼻胃管 那吞咽有困难 那口水 都一直 一直出来 这样 对 那现在就在养的时候 好 所以七月份是去年的七月份 对 而且你刚刚这样听 你觉得七月份 好 听起来会是在今年的七月份 我没有这么仔细听 嗯 哦 好 好 那我先问第二个头 好 就是 呃 就是你照顾你 照顾妈妈这段期间嘛 现在是 你可以讲这种 现在是由你来照顾 然后就是 这段期间是 妈妈有去住院的 中小医院 那为什么要住院 这个可以讲一下 住院还有 为什么要请那个 按摩师啊 嗯 我先讲一道住院 为什么要住院 好 按摩师我们就等下第二段再讲 嗯 好吧 一眼前面 好 ok 好 五 五 四 三 二 那在我妈妈中风了以后 啊 啊 终终终终终风 呃 中风以后呢 就是住了 住院住了两次 嗯 住了两次呢 都是因为啊 一秒到了感染 好 我们又回到中小医院住院 那 在 在这中间呢 就是我们发现 妈妈的啊 手脚就怕得很严重 所以按下 所以按下 大大声有点大 哦 好 等一下 好 不好意思 没关系 呃 好 等一下 就是呃 同样的问题 就是他的 尿尿道感染 那 呃 尿尿道感染了 哦 我们去住院 我觉得是 养父上面那个 没有清洁感情 那 呃 呃 然后在这当中 我们有做这个 复健 为什么要做复健呢 就是我们发现 他的手脚 嗯 嗯 僵化得很严重 所以呢 我就请了按摩师 来跟他按摩 那一开始 因为那时候 嗯 他有没有了 哦 哦 哦 试试 就过去了 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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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过了 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嗯 嗯 嗯 好 五 至三 二 嗯 妈妈有一段时间 呃 我在帮她做 照顾她的时候呢 那妈妈 我我几乎是每天都帮她按 因为我们去呃 医院做复健的时候 复健师告诉我 说这个复健不是靠医院 来帮她做治疗事 来帮她做复健 而是我们家属要学到这个复健的技巧 然后每天帮她做 这样才有用 那呃 呃 呃 我有一段时间 我都是 都有帮她做 可是后来 哦 我们呃 呃 我们亲人这样轮替的结果 我就有一段时间 我就没有过去 啊 就做得比较小 就发现啊 哦 我们妈的手脚 就僵硬了 那 那 差不多不到我们这边 就僵硬了 那那时候呢 我就 有这个 解决 我就请了 推拿师 每天 每天来跟她说推拿 那 连续她做了三个月 有很大的进步 手脚恢复了 啊 啊 比较灵活 但是还是没有恢复到云来 很好 所以她的手脚现在 呃 呃 她有一阵子 就是说最严重的时候 手是变成这个样子 啊 手是 手是这个样子 啊 脚也是这样 嗯 这样 很相应 那现在呢 她手 手稍微可以打开 稍微可以打开 但是她还是会这样 但是已经好很多了 那脚呢 呃 呃 已经可以 呃 呃 如果给她拉的话 是可以拉直的 但是 如果没有拉她 她还是 还是屈的 所以这个是 没有办法 那 我们尽量 尽量的帮她做复典 希望她的脚 可以 呃 不要那么的僵硬 那现在有去做复兼 有做那个 倾斜床 她 我把她拉的尽量 一直让她站立起来 所以 有 蛮大的尽量 呃 所以刚 可以提一下就是说 因为你说 就是妈妈这个密尿道 感染嘛 嗯 就是 那那个 你就起那个按摩斯 那 为什么会简短给人家说 为什么要起那个按摩斯 小儿子 因为她 因为她